好来关心社会消息 日前新竹才传出违剑火警 台北市周日凌晨也发生了违剑大火 位于南港新中路四楼顶的铁皮夹盖违剑 不明的原因起火 或是迅速延烧时间出租房间 其中有一名53岁的蔡姓房客 疑似逃生不及命丧火窟 邻居表示曾多次检举违剑 不过房东竟然撕毁了拆除公告 违剑始终没拆 铁皮夹盖的公寓五楼 迅速被大火吞噬 35坪的平面陷入一片火海 消防水柱不断涉水灌旧 但火势依然不断在屋内闷烧 大楼住户仓皇逃离 几十名房客从分租房间逃出 不过一名53岁的蔡姓房客 疑似逃生不及 被发现埋在瓦砺堆下 密上火箍 邻居得知 违剑尿过都十分火大 这都位于台北市新中路的大楼 三楼到五楼 全都由化姓房东持有 并且隔成数十间套房 其中五楼完全是家盖 共隔成十间小房间 由于租金低廉 出入房客复杂 邻居也不断反弹 要求拆除 没想到酿成大祸 不讨喜的人 反正他做什么事情都是 他好就好 我们不会考虑到邻居 由于日前新竹违剑才酿过 这次大火触动大家敏感神经 警方上午将化姓房东 以公共危险罪及过失制止罪送办 并持续追查起火原因 记得网西云 陈志根 台湾